嗨同学们大家好 又到了德语学习的时间了 我是毕生老师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愉快地学习德语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阅读 Leyzen Ehrenamt ge-ehrt 我们首先解释一下标题的这两个单词 第一个 Ehrenamt amt我们知道是单位 指的是一个部一个局 那么现在 Ehre 它的辅述 Ehren 是荣誉荣耀 荣誉的部门 其实就是一个荣誉职位 或者就是名誉职位 ge-ehrt 这明显是一个二分词 那么来自我们动词 Ehren 动词 Ehren 它又是尊敬尊重的意思 那么它的二分词ge-ehrt 我们一般可以就理解为被尊敬的 把两个词放在一块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荣誉职位或者名誉职位 是被尊敬的 那么在我们做阅读之前 可以看到有三张图 大家也可以看书上的一百三十二页 这边有圆图 然后待会我们的一个问题是 读完之后 请同学们把图上的内容 跟下面的段落进行一个匹配 文章中哪一段反映出了图上的 表达的一个内容 好那么首先 请同学们自己把课文通读一遍 好的 接下来我再带着大家把文章读一遍 Ehrenamt geehrt 有处想素晨在 與俄 track 금 Nuevo oder die Integration von Menschen mit unterschiedlicher Herkunft Sprache und Hautfarbe Die Preisträger bekommen ich jeweils 2000 Euro für ihre Projekte 這是我們的第一段 那麼第一句話裡面 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這其實是一個被動態的結構 嚴格說來 又是被動態的過去式 它是一個 würde 加上二分詞 那麼我們將最後的二分詞 fear lean 回复到它的原型 这个词我们没有见过 这个词的原型呢 应该是fear lion fear lion fear lee fear lean 强边化动词 其实这个动词呢 来自于我们另外一个动词 lion 前面加上了一个fear 这样一个词前缀 fear这个词前缀呢 意思也比较多 那么往往呢 会使这个动词具备着 让它完成了 或者呢 使之 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层含义 好 那么lion这个词 又是戒 戒东西的戒 所以fear lion这个词 它具备了就是出戒 戒出去 这样的含义 另外呢 它第二层含义就指的是 授予 或者就是颁发 给予 这样的含义 好 那么在文章这里 它其实就是给予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它的主语 就是 derbrückenpreis 主语的位置 比较靠后 时间成分占了第一位 后面跟了地点成分 那么注意位置比较靠后 derbrückenpreis 被颁发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brückenpreis 这个词 它其实又是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 debrücken debrücken 这是指的是桥梁 price 以前我们学过一层含义 就是价格价钱 那么在这里 它指的是奖项 什么什么奖 所以这个词 字面意思就是桥梁奖 桥梁 桥梁的奖项 那么根据阅读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可不是凭工程师 谁设计的桥梁 比较漂亮 比较牢固 而是指 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桥梁 好 后面这个dame 是个代附词 就是凭借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明显就指的是 这个奖项 后面还是一个 被动态 verdengeert 我们找到主语 这边主语有并列三个 projektor organisation unt mention 这是并列三个主语 项目 组织 以及人 会被 geert 这个词我们刚刚说明过了 来自于动词 ehern 也就是尊敬 那么这边是被尊敬 上下文里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就是褒奖 这些人被褒奖了 好 后面又跟了一个d 引导的 关系重句 很清楚这个d只能是指我们前面的主语 这三个并列的东西 好 这些什么样的项目 组织和人呢 d does meet another for mention verden d verden does meet another for mention 这是这个后半句的正确的语序 那么我们看一下动词 verden verden 它指的是 推动 促进 然后推动 促进的并语呢 现在是meet another 这个词现在大写了 我们以前见过这个词小写 也就是相互彼此 你 meet我 我 meet你 这样的状态就是meet another 现在大写了 那么就这样支撑意思 把它变成一个名词 我们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什么 共同的生活 好的 那么整句话 它意思就是说 那些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项目组织和个人会被褒奖 好 后面进一步的说明一下 so zum Beispiel 那比如说吧 den dialogue zwischen jungen und alten Menschen 在老年人跟年轻人之间的对话 或者呢 zusammenleben 共同的生活 mit den europäischen nachbarn 和欧洲的邻居之间的共同生活 oder 和oder后面的成分比较多 deintegration 这个词叫做融合 融入 或者呢 就指的是融入 formation 也就是人的融入 人 后面又带了一个mit 带出的后知定语 怎么样的人呢 具备了这样的特质的人 wunterschiedlich 这是个形容词 我们以前讲过 不同的 不同的什么呢 后面有三个病例的成分 herkunft 指的是来源 或者可以理解为国籍 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sprache是语言 haltfarbe 肤色 所有的成分串在一块 就是那些具备不同的 国籍语言和肤色的人的 他们的融合 ok 那么这段最后一句话 说的是 depriestag 奖项的tag 就是奖项的获得者 也就是得奖者 获奖者 获奖者呢 后面 evals 就是每个字 don't become 应该认识的 得到 综合以上信息 奖项的获得者 他们每个人会为了他们的项目 而得到 两千欧 好 这第二段 我们再看下一段 82 organisationen und Projekte haben sich für den Preis beworben 这些货带人 被货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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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er-Präsident, dass ihm der Brückenpreis sehr wichtig ist, weil er eine wichtige Aufgabe des Ehrenamts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t. Das Engagement, das Brücken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Gruppen in der Gesellschaft baut und so die Gesellschaft zusammenhält. 好,那么首先,第一句话里面,我们有一个结果 sich bewerben für etwas. 这边, beworben,它来自于动词原型, bewerben. 搭配 sich,搭配 für,表示申请某个事情. 那么这边呢,毕生老师要强调一下, 其实 bewerben这个词,它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要反声, 但是更常见的搭配的借词应该是 um. 同学们,更多的其实应该记这个端语, sich um etwas bewerben,申请某事. 比如说,你可能想申请一个学位, 我想申请海德堡大学的一个学位, ein Studienplatz. Ich möchte mich um eine Studienplatz an der Universität Heideberg bewerben. 好,那么用 für的情况,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 一般是用在跟 die Politik相关的话题, 可能想竞选政治方面某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 für, 这个点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第二段,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82个组织和项目参与对这个奖项的竞选。 第二句话里面有个名词, Jurie, Jurie它指的是评委会, Digwin就是指的是赢家, 那么这边的赢家就是获奖者, 获奖者是被一个评委会评选出来的。 By the price fairlion, 好,最 fairlion它的名词 fairlion, 也就是颁奖。 在颁奖的时候, 莱因兰普法尔茨的州长, 他说, 桥梁奖对于它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呢, 这个桥梁奖将名誉职位当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摆在了中心点, 也就是在社会不同的群体里构建桥梁, 并且以此来维系这个社会的责任心。 那这整一句话比较长, 从By开始一直到最后。 前面刚刚解释过, 在颁奖的时候, 那么Rheinlandpfalz hier这个单词, 来自于我们一个地名叫Rheinlandpfalz, 它指的是莱因兰普法尔茨, 是德国的一个联邦州, 在西部, 那么这个州的Minister-Präsident, 关于这个词我们其实以前解释过, 它的其实本意呢, 它有两层含义, 一层指的是Der Chef einer Region, 也就是政府的Chef, 那么这个我们一般理解为总理, 但它另外一层含义指的是Der Chef eines Bundeslanders, 也就是一个联邦州的Chef,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致地等同于我们的神长, 这个神长就说了, 说的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用Das句代出, 那么Das句里面, 请大家注意这个in, in这个三格, 在这个地方表示就是对于他而言, 我们将这个语序稍微调整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应该是Der Brückenpreis ist ihm sehr wichtig, 大家可以参考Es ist mir warm, 我很热这样的句型, Es ist mir warm, 你不能说Ich bin warm, 对不对, 你必须说Es ist mir warm, 就是meer, 表示这个事情对于我而言, 好, 所以Der Brückenpreis, 这个奖项对于他而言是非常的重要, 好, 后面Wall引导的是个因果句, 顺着前面啊, 为什么会很重要呢, 因为这个er指的就是这个奖项, 奖项, 动词是后面的Stellen, Stellen, 摆, 摆的编语是什么呢, anvistigaufgabe, 一项重要任务, 后面跟一个二格, 限定一下什么任务呢, Ehen Amts, 名誉职位的一项重要任务, 摆到什么地方去, in the middle point, 摆到中心去, 大家应该是可以很好的理解, 这样的端语就是将一个事情摆到中心去,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将某事置于中心, 就让大家都看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好, 后面是一个冒号, 那么后面的内容呢, 就是对于现在这个重要任务, 你不是摆到中心让大家都看到吗, 那么到底看到现在什么是重要任务呢, Das Engagements, 对这个词的发音, 我们以前有讲过按法语发音, 它可以指责任心, 事业心或者一种义务, 后面再跟关系重句去限定这个, Das Engagements, 什么应该是梦呢, Das, 那么这个关系重句呢, 有两个动词分别为, Bout, 然后呢用一个问词, 进行并列的另外一个动词, Zusammenheld, Bout很好理解, 就构建, 好, 我们先看前半句, Das, Bout, Bruyken, 这个应该是梦, 构建了Bruyken, 构建起了桥梁, Swishing, 什么之间的桥梁, 在社会的不同的团体里面的桥梁, 然后在后半句, Unt, Zo, Das, Held die Gesellschaft zusammen, Zusammenhalten这个动词指的是, 是团结一致, 是大家齐心协力, 因为我们知道, Helten这个动词本身有维持住的意思, Zusammen就是在一块, 维持这些东西在一块, 那么就让它们团结在一起, 现在它的兵运呢就是, Die Gesellschaft, 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好, 这句话非常的长, 那么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分析里面的一层一层的关系, 好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段, Das Forum einer Welt erhält den Brückenpreis für seine Einsatz für den Dialog zwischen Migranten und Deutschen, Das Forum, 这个是英语词, 论坛, 什么论坛呢, Eine Welt, 所以这个Eine大写了, 因为现在是做一个特定的名词, 一个世界, 这个论坛, Erhild, 它是Erhalten, 这个动词的过去式, Erhalten就是获得, 意思上面等同于我们之前说的bekommen, 后面这个Für呢就是为什么而获得, Einsatz是投入, Einsatz, 后面继续加一个Für, 表示对什么的投入, Dialog, 就是对话, 在谁和谁之间的对话呢, Migrant是移民, Deutschen, 德国人, 好,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论坛, 他们对移民和德国人之间构建对话, 做了大量的工作, 所以呢, 他们也获得了这个桥梁奖, 好, 然后后面这句话也比较长啊, 首先请同学们自己看一下, 这句话如果我们要精炼的话, 就是Die Gruppe will, Will, 后面的第二个动词在Fürden, 在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还有Wund, 说明它还有第二个动词, Und entwickeln, 好, 简单的讲这句话是, Die Gruppe will etwas fürden, Und etwas entwickeln, 这个组织想要促进一些什么, 并且发展一些什么, 好, 把兵语再填进去, Dur, 这边表示通过, 通过些什么事情呢, Vortrag, 演讲, Diskussion, 探讨, 讨论, Laison, 就是指的是朗读会, Musikveranstaltung, 音乐活动, 另外还有一个每年的Fest der Nationen, 民族节, 这样一个活动, 好, 然后后面再出现了Fürden它的兵语, Den Dialog, 对话, Interkulturellen, 这个词指的是跨文化的, 文化与文化间的, 所以就是跨文化对话, 好, 这是前半句, 后半句呢, 要发展出Ein, Ein的Bin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形容词全部跳开, Ein miteinander, 这个词目前解释过, 就是一种共同的生活, 好, 形容词, Solidarisch, 是团结的Gvalt Freies, 没有暴力的, Respectvolles, 充满尊敬的共同生活, 那么最后一句话又说到, 在Geruchstein, 这是个地名, Geruchstein, 这个Gemeinde, 我们以前说过就是地区, 在这个区里面举行的这个Fest der Nationen, 民族节,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 好,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最后一段, Die Bürger Stiftung Pfalz bekommen den Preis für Projekte, die mit einer großen Zahl von Ehrenamtlichen Mitarbeitern und Mitarbeiterinnen, Grunde Schulen bei den Hausaufgaben und bei Lernen helfen Wund sich für bessere Ausbildungschancen für Hauptschüler einsetzen 这个句子也不短, 那么碰到长句, 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分析当中的结构, 这里面是两个半句, 逗号前面的是主句, Die Bürger Stiftung, 这是个主句, Become dem Preis, 主卫兵都齐全了, 后面跟了一个定语重句, Die, D怎么怎么样, 一直到最后的Einsetzen, 这是很长的一个定语重句, 仔细分析呢, 其中它是也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是 Die, 什么什么, Helfen, 以及呢, Die, sich für etwas einsetzen, 好, 那么还是按顺序, 从头讲起, 那么, Bürger Stiftung, Stiftung指的是基金会, 一个公民基金会, 这个名字叫做普法尔茨, 普法尔茨, 其实是一个地名, 普法尔茨公民基金会, 它呢, 获得了这个奖项, 什么奖项呢, Fuel Project, 也就是项目奖, 对于项目的这个奖项, 被他们获得了, 好, 后面这个, D引导的关系重句, 其实就是要说明一下, 这个什么项目呢, 怎么样的项目呢, 第一个是Helfen动词,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Helfen, 你仔细找一下, D, 这项目, Mit einer großen Zahl, 带着一个很大的数字, 也就是大量的, Fon, 什么样的东西呢, Ehenamtliche Mitarbeitern und Mitarbeiterinnen, 就是名誉职位的同事, 男的女的, 后面的Grunderschüllen, 也就是小学生, 他现在就是Helfen的宾语, 那么后面这个Bi, 又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相信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Helfen要求加借词Bi, 表示在某事情上面帮助, 好, 现在在什么事情呢, House of Gaben, 家庭作业, 以及后面还有个并列的Bi, 还有什么事情, Bi Lernen, Lernen大写了, 现在做名词, 也就是在学习方面, 所以呢, 这个整一个前半句, 就指的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那些有大量的名誉职位的, 男同事女同事, 他们去帮助小学生, 在家庭作业和学习方面, 帮助的这样的项目, 好, 我们再看后半部分, 还有怎么样的一个补充说明呢, 什么样的项目呢, Sich für etwas einsetzen, 请大家把这个端语从句子当中拎出来, Sich für etwas einsetzen, 指的是为什么而投入, 好, 那么现在Für的宾语呢, 是Ausbildungschancen, 也就是说, 受教育的机会, 再后面这个Für, 就指的是为谁, Hauptschüler,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以前给大家说明过, 德国的高中有三种, Gymnasium, Realschüler, Hauptschüler, Hauptschüler就指的是五至九年级的高中, 一般都是职业类的, 对不对, 那么他们的这些学生, 我们就称之为Hauptschüler, 所以整句话就说的是, 为的是让Hauptschüler, 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的, 这样的一些项目, OK, 那么最后一句话, 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这些, die Hauptschüler, 这些学生, ehrhalten, 也获得helfer, 帮助, by, 在什么地方获得帮助呢, berufsberaton, 职业建议, 以及呢, 还有并列的一个by, 在什么方面呢, suchen nach, 在寻找, berufspratika, 职业方面的实习的时候, 他们也能获得帮助, 好了同学们, 那文章讲解完毕, 接下来请同学们来完成练习, 我们有三个练习, 第一个之前说的, 请同学们将这三幅图片, 跟文章中的段落进行一个匹配, 文章中哪里体现出了图片上的含义, 第二题呢, 请同学们完成, 这个12345, 跟RBCDA的一个连线题, 最后一题呢, 文章中有部分单词是绿色标记出来的, 那么这些单词, 其实在刚才讲解当中, 也给大家讲了他们的意思, 现在呢, 要请同学们用德语的, 这边有五个选项, 12345, 用德语的解释, 和他们进行匹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